英國倫敦市長選舉 集中在這個星期四展開角逐 我們會由今日開始 為大家報導有關這次選舉的最新情況 還特別請到幾位主要候選人 為我們的觀眾解釋他們的政綱 今日我們先從比較低姿態的 自由民主黨候選人克萊默開始 在眾多位倫敦市長候選人當中 自由民主黨的克萊默是最早當選的 他從去年九月當選之後 就誓言要走遍倫敦每一條主要街道 來到聆聽民意 可以我給你一些東西 跟你的努力搭檔 是一個民主黨的民主黨 經過七個多月之後 他終於來到唐人街 克萊默任職銀行多年 最近幾年 跟丈夫自行創業 為東歐一些項目發展籌造資金 他說他既然有能力為東歐籌款 也都可以為倫敦做更多的事情 克萊默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說 作為一個小商人 他知道小商人的需要 也都深信自己可以為華人做事 要是強化與家人和朋友 他對大眾人的幫助 他應該已經成功了 我希望作為共同網站 我從去年十月份的分別 我已經訂了三個 在我初期的二十月份 所以這就是如果新的業界 或是一個商業來增長 在你的社會工作只為你的社會 你會給你幫助 自由民主黨的候選人克萊麥認為 要提高倫敦警隊的警力和警隊的數值 除了錢之外 還要讓少數民族警員有更好的晉升機會 讓它晉升到更高位置 The problem here has been pay. The police here are not paid the extra for living in London which as you know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and that can happen but it has to b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Home Secretary. In fact it's not more money, it's permission for Sir John Stevens to actually pay them more. There's also a problem I think with the career structure inside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The kind of young people we want to see in the police are ambitious young people, highly qualified young people but at the moment it takes you 15-20 years to get to a position in the police that maybe if you went into a business you would be in that position in 5 years or 6 years. So the police have to change the way they give to recruits opportunities so that they can rise and be part of management much more quickly. 客來墨又說倫敦是個多民族的大城市,會應該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保留固有傳統之餘,為倫敦作出貢獻. What we have to achieve is that people who have a particular ethnic or cultural heritage feel that they can be totally part of that heritage but still be completely Londoners. and have every opportunity that this city offers, and that would be a very great success for London. 新聞報告完畢, 在倫敦,警方和華人社區的關係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因為發生多宗警方單方面拘捕唐餐館適應的事件而陷入低潮, 倫敦警隊新任警務署長較早之前親訪華埠,試圖改善警民關係, 並且面對華人社區的激烈質詢。 接下來的華人生活中,我們會為大家詳細報道,各位作為。 繼續我們的倫敦市長選舉專題,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代表執政工黨的候選人杜森, 杜森在近期幾次民意調查之中,似乎聲望不斷滑落, 不過他就得到新成立的華人工黨的大力協助, 他們是記者去看他們的拉票活動。 執政工黨候選人杜森, 不單止得到首相布里亞的全力支持, 在競選前多個星期, 還得到華人工黨的協助, 在唐人街為局拉票。 杜森是休斯頓區的國會議員。 他說,明白到華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是種族滋擾, 和受到警方的不公平對待。 工黨候選人杜森認為, 要改變倫敦警隊在種族問題上的態度, 必須加緊受民眾警員的招募工作。 問題在這裏不僅是賣金, 而是賣金, 特別是新的執政者。 因为前面的优优优独播剧场的奖务 所使用的优优独播剧场 是超级4000公司每年 我肯定的优优独播剧场 并将它很快速 这应该帮助 但是警察也必须要做更好的努力 在合作与优优独播剧场 的各种优优独播剧场 虽然杜森的支持率正有下降的趋势 而且还受到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的黑莱蜜的威胁 但看来他在华人当中还有一定的支持 新闻结束之前 跟大家讲一下英国明天的天气 天文堂预测 星期二初时有博雾 稍后晴朗的天气会由西部向东岸旷展 部分时间有阳光 北部和西部有几阵骤雨 东部地区较为清凉 其余地区是混云的 新闻不过月不 各位在位 接下来是新闻专题报道 还有两天 英国伦敦就会产生第一位民选事长 目前在民意之中 处于第二位的保守党候选人 乐利斯 正在力争缩短 和领先的独立候选人 李文思通的差距 而两位保守党高层任务的妻子 就发起杯葛她的运动 来抗议她备受争论的私人生活 和对同性戀问题 采取宽松的态度 乐利斯自从通过重重障碍 取得保守党支持她 参选伦东市长之后 很快就实现她第一个竞选的策略 压倒共党候选人杜森 在民意调查里面取得第二位 她现在的目标 就是要缩短她和独立候选人 领先的李文思通之间的差距 让她有机会进入第二轮的国族 谁知道她在过去几乎 令她输入保守党内部提名的私生活问题 再次深圈层上 两位保守党领袖的妻子 发起太太团的反洛里斯运动 她们除了批本洛里斯 过去有多次分爱情记录之外 也指她在同性戀问题上太开放 无法维持保守党的道德观 面对这些党内的压力 洛里斯就表示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 当你赢得一方的支持 你都会失去另一方 两位前保守党政府的运输大臣承诺 她但当选 就会冻结公共交通车票4年不加价 并且会逐步将伦敦公共交通服务私有化 虽然罗里斯落后李文斯通达到34个百分点 但她在伦敦金融城里面的声议就改过李文斯通 向来与华人社区有交往的罗里斯 在今年春节期间 即是华人来保守党的新春层拜 向华人拉票 她说 明白到华人在罪案和种族问题上十分关注 她承诺一旦当选就要让华人 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公平的对待 她亦对对警队里面存在的种族主要 绝对不姑息 她说 唯有确保大家受到公平的对待 甚至能够阻止 类似黑人青年罗罗斯被杀人案件重演 新闻结束之前 跟大家讲一下英国明天的天气 天文台预测 英国东部以及最北部天日多云 间中有眉雨 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天晴有阳光 西部气温和暖 东部稍微寒冷 东南部风势较大 新闻报告完毕 接下来是世界万花团和外部行情 请大家留意收看 各位 英国伦敦的几百万选民 明天就会选出第一位民选市长 在投票前职 在民意中遥遥领先的独立候选人 利文思通 受到三大政党的围攻 指责他支持伦敦五一劳动节的暴力活动 分析家认为 三大政党的候选人 正试图缩约利文思通的优势 令他们自己有机会 进入第二回合的角色 当五日劳动节的和平示威 以暴力中场之后 英国三大政党 都不约而同地攻击利文思通 或他支持暴力示威 在星期一的示威里面 有些示威者 沽碎双断的橱窗玻璃 和保安老旁的汽车 甚至把缩纳在白天中央的大战 无名英雄纪念碑 述许令英国和民军打赏纳粹 德国的邱吉尔同将 成为一塌糊涂 保守党的诺美斯说 选民应该在法治和暴乱两者之中有所选择 而工党的杜森 和自由民主党的克莱默 都加入战团 一齐指责利文思通 在另一方面 一名声称是利文思通竞选经理的男子 就不满意利文思通为我独尊的作风 愤然辞职 但利文思通就回应说 他还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还说 在投票前夕发生这些事 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而公党的杜森就说 利文思通这个人 你越是认识他 就越是不能相信他 自民党的克莱默就说 他连一个助选团都管理不到 是怎样来管理好伦敦呢 事实上 各大政党的候选人都知道 只要利文思通 在第一轮的点票里面 他能够处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绝大多数 他们才有机会参与第二轮的角度 根据伦敦市长的选举规定 选民要作出两个市长选择 一旦每人可以在第一个 回合赢得过半的票数 就会转行第二个回合的各组 由得票率最高的两个候选人参加 在这个回合不用再投票 只是中两个人 在第二选择的票数加上 以总数最高者胜出 更似伦敦的市长选举 的投票方法和以往的地方选举有颇大的分别 选民除了要选出市长之外 还要就市议会的议席进行投票 而选民更加可以提前投票 另一方面 伦敦的华人区议员就呼吁华人积极投票 今次伦敦市长的选举 是第一次在英格兰地区 采用比例代表仔 每一位的选民 在选票里面 要作出四个选择 包括市长的第一选择 市长第二选择 一个市议员的选择 和一个政党的选择 在第一个市议员的选择里面 要选出代表本票的议员 而在第二个市议员的选票 就要投票政党 或者是独立的候选人 伦敦市议会的25个席位 其中的11个席位 就是以政党为计算基准 当局为了鼓励更多人前往投票 破例提前在上个星期 开放部分的投票站 让选民有更多时间投票 这个方法对选举结果有什么影响 候选人都不知道 要参加投票 伦敦劳威慎区的区议员吴美联 他为公董拉票之余 亦都向华人社区作出呼吁 希望他们不要放过投票的权利 这些选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第一次在这么多年 London会有一个政府区域 London是一个国家世界的国家 最大的主持人在世界上 都会有自己的大租 这非常重要 要认为自己的大租 我们可以让国家做很多事 所以我鼓励所有中国人 参加全联合国家 参加全美国的国家 使用自己的政治正确 去站立立 投票和支持中國社會 他們認為可以最多做中國社區 歐洲單一貨幣歐元 在外匯市場上對美元和英鎊的匯金 英國律敦市長選舉今日投票 預料明早會有結果 聯合獲強烈譴責塞拉利昂反政府軍 殺害維和士兵 日本巴士被騎劫案武力解決 一名老婦人喪生 各位 英國倫敦500萬選民今日第一次投票 直接選出倫敦市長和市議會議員 點票結果最快會在明天凌晨揭曉 與此同時 在英格蘭多個地區接近2000萬選民 今日參加地方選舉投票 決定152個地方政府的3300多個議席 在倫敦和英格蘭多個地方 在倫敦和英格蘭多個地方 投票站從7點鐘就開門 這次的選舉對於倫敦的市民來說 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倫敦有史以來 第一次通過直接選舉 選出自己的市長 這次選舉 還要選出由25人組成的大倫敦市議會 其中14個議席 依據傳統的簡單大多數制度產生 而另外的11席 就是採用比例代表制產生的 日本相信在明天凌晨時分 就會出現初步的結果 根據民意測驗顯示 獨立候選人利文思通 暫時遙遙領先 但他連一例因為被指責支持 五日勞動節的暴力示威 以備受各國政黨的圍攻 從投票站所見 看來利文思通的確有不少支持者 而另一位男士都相信 李文思通會順利勝出 但亦都有人希望 保守黨的諾里斯會當選 反正就不想支持工黨 倫敦市長的選舉結果 雖然要到明天凌晨才會揭曉 但有報導說 英國政府高層已經做好部署 盡量限制獨立候選人利文思通 一旦當選之後 對倫敦警察力量的控制能力 以防他會引入極端主義的措施 不過首相貝利亞就拒絕就此發表評論 首相貝利亞今早早 和化妝臨盆的夫人謝利 一起到投票站投票 雖然貝利亞一直全力支持工黨候選人 杜森 但看來她能否保持第三位 也都成為疑問 多份英國報章都報導說 首相和她的內閣 已經作好一旦李文思通會當選的準備 尤其是內政大臣施仲宏 會設法限制她在倫敦警務的權力 連日來 一直受到三大政黨迷攻的李文思通 在投票前夕 一反常態 在辦公室開閉門會議 她今早前往投票站的時候說 相信今次的投票 會比很多人所想像的都要接近 她相信遇到第二輪投票 才能夠決定勝負 李文思通又說 她相信倫敦市民都不想見到 這麼慷重的選舉會再次重演 雖然是這樣 李文思通依然是神態自弱 看來她是勝勸掌握的 而在民意上面 處於第二位的保守黨候選人 洛里斯的舉動 也都備受觸目 雖然一些保守黨的太太團 發起抵制她的運動 但令人關注的是 共黨支持者 去打擊李文思通的機會 會不會利用棄補效應 在第二選擇上 支持洛里斯 至於共黨候選人 杜森 雖然得到手上全力支持 但種種跡象看來 她沒有什麼機會 進入第二回合 甚至會受到自由民主黨的 克萊麥的威脅 在較早前 有報導說 手上為了安撫倒心 已經準備她重返內閣 至於自民黨的克萊麥 在今次選舉的唯一女性 她雖然知名度不足其他三人 但今次競選的表現令人則無 他不一樣 獨立候選人李文思通 當選為首位直選 橙森的靈兵市長 以色列戰隊襲擊黎白亂 報復爭屬等游擊隊 號稱我愛你的電腦郵件病毒橫鬆全球造成嚴重破壞 各位,英國倫敦市長選舉結果今天揭曉 獨立候選人利文思通贏得77萬6千多票 當選為首位由直選產生的倫敦市長 第二位的保守黨候選人諾里斯即得到56萬4千多票 今次一共有170多萬選民投票 投票率偏低即得33.6% 而在競選過程中一直反對利文思通的首相本利亞表示 會與當選市長通力合作,共同為倫敦人服務 由於首次在地方選舉採用的電腦點票系統發生故障 令到點票結果一再延遲 經過兩個回合的競逐之後 利文思通以39%的得票率 當選倫敦第一位直選市長 而保守黨的候選人諾里斯的得票率就是27% 至於共黨的杜森和自由民主黨的克萊默 就分別得到第三和第四位 利文思通在當選之後致詞說 他在14年前在達倫東議會的工作被逼中斷之後 沒想到他這樣捲土重來 雖然共黨在同時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截截失利 已經被開除出黨的利文思通 依然希望共黨可以在下一次大選中取得勝利 希望從現在開始 以倫敦的利益為大前提 和利文思通一起合作 但是貝利亞承認 還沒有和利文思通對話 雖然是這樣 共黨內閣成員 教育大臣白文傑 還在正式結果公布前 就向利文思通祝可 還期待和他一起合作 利文思通在倫敦不罰他的支持者 有人抱怨 整個競選過程太過安裝 現在就要看看 大家能不能一起為倫敦而努力 也有人認為他的當選是倫敦的悲哀 因為男士說他的作風太過左 和太過個人主義 而這位就說 他整個過程裏面都太過政治化 雖然他支持利文思通 但就不想利文思通 好像過去一樣太過爭議性 在英格蘭地方選舉方面 英國執政工黨得到了8年來最差的結果 喪失了至少14個地方政府的控制權 另一方面 保守黨由其他政黨手中 奪得了16個地方議會的控制權 還贏得近600個地方議席 不過在拉姆斯的國會議席補選中 就輸了給自由民主黨 以色列戰機今天凌晨對黎巴嫩進行轟炸 摧毀了兩個發電站和真主黨游擊隊的一個軍火庫 例子 疾病